有没有发现手机简讯里面,有着许许多多宣称可以协助你周转的讯息? 疫情之后,这样的讯息逐渐从银行融资转变成汽车贷款。 面对银行紧缩银根、借钱不易的状况下, 许多人透过车辆贷款的方式,可以借到超过200%以上的款项。 然而像这样新形态的借钱方式,却也衍生了许多新的债务问题。 政府与民间应该如何去面对这样的新形态债务与困境? 法律辅助基金会邀请您参加逍遥法外跨界讲座, 一起来听听律师与社工的协助经验。